农历七月中原普渡 数位天空有限电视 准备各项祭拜品 由协理林熙亮率各部门主管 祭全体同仁 祭拜普渡公以及各路好兄弟 诚心祈求风调雨顺 员工作业平安 业绩多多成长 工作上祭拜好兄弟的贡品 多以民生物资为主 准备在祭拜过后 送往华山基金会 板桥二社区爱心天使站 让这个关心山师长辈的地方 能够有更多的物资 用来照顾需要帮助的独居长者 每一个地方捐赠给我们的物资 我们都非常感谢 那像数位天空这次捐赠的 这些物资的话 对我们来说其实帮助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目前在物资的募集 还有就是我们款项的募集来说 都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华山基金会长期照顾孤老 获得外界肯定 然而照顾孤老的经费 都必须致愁 才有办法持续照顾 孤独失忆的阿公阿嬷 这次除了有数位天空有线电视 捐赠普渡物资之外 也希望社会大众 能够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加入照顾三师老人的行列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 我们所有的经费的部分 还有物资的部分 我们都没有透过跟政府这边 领取任何的一个补助 完全就是跟社会上去做募集 那因为板桥站 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说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一间住家 那隐身在大楼里面 所以其实很多人 甚至在板桥住了很久了 都不知道说板桥这个地方 居然有一个天使站 已经成立十多年了 民间习俗 庆占中原普渡 总少不了丰盛的贡品 如果能够善用这些祭拜的物资 捐赠给华山基金会 板桥爱心天使站 不忘记照顾弱势长者 更能够让社会充满温馨 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 资资 资资 资 谢谢大家